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有四间复兴的民间企业主动认捐 穷不能穷教育 下一代的安全 下一代的教育 我们要重视它 我们要怎样去把它 能够在整个教育上面 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带头 能够让它形成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校运出来 能够有一个机会来捐赠一个娃娃车 给向利托和修 希望所有的小孩子 都能够是快快乐乐的去上学 平平安安的回家 福星乡公所表示 穷不能穷教育 不过碍于乡公所的经费不够 没办法一次买四台 乡长年里生只好寻求民间的资源 半年来拜访数十间福星企业 终于在这两个月有了好消息 这世间的企业自动认捐让乡长松了一口气 政府机关有规定 幼儿专车 十年一定要太久换新 所以我正在整形之下 拜托自己的企业 伸出援手 赞助我们四台娃娃车 我相信 有他们的赞助 可以说 让我们的脱离手 我们的脱颜 加助很大的力量 希望要 不用花费四台一千的钱 再采购 所以也感谢我们四川企业 真的很 我相信 有他们的战争 有他们的肯定 我们的更加打拼 更加认真 乡长年里生自上任以来 虽然了解向利托儿所的娃娃车 即将到期 不过碍于乡公所的经费有限 只能另外想办法 来解决学童的安全问题 还好有福星的民间企业相挺 才能让学童通车的问题 顺利解决 公益频道 许维珍福星采访报导